今天带大家揭秘一个千年谜团 一个关于千古一帝秦始皇陵的今天秘密 传说中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之一 埋藏着数不尽的珍宝和秘密 秦始皇生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他渴望永生 渴望着在地下世界继续统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他清尽国力 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 修建了这座举世文明的陵墓 秦始皇陵究竟隐藏了什么 这是一个困扰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几个世纪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秦始皇陵的规模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陵占地56.25平方公里 相当于78个故宫的面积 陵墓中埋藏着无数的珍宝 包括金银器皿 玉器 陶器 青铜器 武器 以及大量的陪葬品 令人惊叹的是 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模拟了清朝的宫殿 包含着复杂的地下水道 排水系统以及精密的机械装置 这座地下宫殿的规模之大 结构之复杂 足以让人叹为观止 但是秦始皇陵最令人着迷的 并不是它的规模和财富 而是它的神秘 尽管考古学家已经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仍然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 第一个谜团就是 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到底是什么样子 史书记载 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中 有以水银为江河大海 以诸域为星辰日月 这暗示了地下宫殿可能拥有无比壮观的景象 第二个谜团是 秦始皇陵中是否真的存在着永生之药 传说中秦始皇为了追求长生不老 派人四处寻找仙丹妙药 甚至不惜远都重洋寻找仙导 第三个谜团是 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中到底埋藏着什么秘密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秦始皇陵中可能隐藏着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物 这些文物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清朝的历史和文化 第四个谜团是 秦始皇陵的入口在哪里 尽管考古学家已经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大量的勘察 但至今还没有找到陵墓的入口 第五个谜团是 秦始皇陵的内部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只知道陵墓中包含着地下宫殿 陪葬坑以及一些其他的建筑结构 但具体是什么样子 我们至今仍然不得而知 面对这些谜团 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答案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 考古学家们已经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 对秦始皇陵进行了一些新的研究 例如考古学家们利用地质雷达探测技术 对秦始皇陵的地形进行了探测 这些探测结果显示 秦始皇陵的地下结构非常复杂 可能存在着一些未知的建筑结构 此外考古学家们还利用激光扫描技术 对秦始皇陵的外部结构进行了三维扫描 这些扫描结果显示 秦始皇陵的规模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而且内部结构可能更加复杂 虽然考古学家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秦始皇陵的谜团仍然没有完全解开 这些谜团吸引着无数的人们 他们渴望了解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 渴望揭开秦始皇陵隐藏的秘密 我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 我们终将揭开秦始皇陵的秘密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接下来让我们来聊聊秦始皇陵中的几个重点区域 一、秦始皇陵的陪葬坑 秦始皇陵的陪葬坑 是陵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这些陪葬坑中埋藏着大量的陪葬品 包括兵马俑、车马、武器以及各种珍宝 兵马俑是秦始皇陵中最著名的陪葬品之一 这些兵马俑栩栩如生 形态各异是秦朝军队的真实写照 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也让我们对秦始皇陵的军事力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二、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 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是陵墓中最神秘的部分之一 传说中 地下宫殿中有一水银为江河大海 以诸域为星辰日月 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了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的一些线索 例如在陵墓的附近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水银 这证实了史书中的记载 三、秦始皇陵的入口 秦始皇陵的入口一直是一个谜团 考古学家们已经对陵墓进行了大量的勘察 但至今还没有找到陵墓的入口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秦始皇陵的入口可能隐藏在陵墓的某个角落 或者被掩盖在厚厚的土层之下 他们还推测 陵墓的入口可能被一些精密的机关所保护 只有掌握了正确的开启方法才能进入陵墓 四、秦始皇陵的内部结构 秦始皇陵的内部结构也是一个谜团 我们只知道陵墓中包含着地下宫殿 陪葬坑以及一些其他的建筑结构 但具体是什么样子 我们至今仍然不得而知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秦始皇陵的内部结构可能非常复杂 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坊间和通道 他们还推测 陵墓的内部结构可能包含着一些秘密通道 这些通道可能通往陵墓的深处 或者通往陵墓外的某个地方 五、秦始皇陵的宝藏 秦始皇陵中埋藏着无数的珍宝 包括金银器皿 玉器、陶器、青铜器、武器 以及大量的陪葬品 这些宝藏的价值难以估量 它们不仅是秦朝历史和文化的象征 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这些宝藏不仅体现了清朝的强大和繁荣 也体现了秦始皇的奢华和权势 秦始皇陵的谜团吸引着无数的人们 它们渴望了解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 渴望揭开秦始皇陵隐藏的秘密 我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 我们终将揭开秦始皇陵的秘密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最后我想说秦始皇陵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我们应该保护好秦始皇陵 让它成为后代子孙 学习历史和文化的宝贵教材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我们一起探讨秦始皇陵的奥秘 记得关注我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就到这里了 到这里在这里 始皇陵的宝贵 我们在评论里面 兴趣来回他们